哈喽大家好,我是吴连 李格鲁德是黎姆鲁转身到异世界不久后遇到的哥布林村长 之后李格鲁德也成为黎姆鲁的忠实部下 他也是作品中进化最大分别的角色 之前他可是受古奴才的老人家 得到黎姆鲁命后进化成猛男 接下来我将会讲解关于他的事情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李格鲁德可以说是黎姆鲁部下当中年龄最老的 在他还没被命名前 他非常矮小,身体经常发抖 是因为他老了,走动都非常吃力 说话也有点结巴的感觉 总是需要靠他的手帐来移动甚至站直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法睁开眼睛 黎姆鲁第一次来到哥布林村庄 李格鲁德当时已经是村子里的村长 他让人的印象是没有拐杖就不能走路的老人 根本就不适合战斗的老人家 一直以来,哥布林是暴风龙维尔德拉为生命 因为有暴风龙气息的保护下 哥布林村庄不受外人的袭击 哥布林在朱拉森林过着和平的日子 有一天,克尔妙德出现 他替吴敏尼格鲁德的长者命名为尼格鲁 后来哥布林释法捡取 死亡魔物之下冒险者尸体的装备 村里的人同意利用这些装备拿去售卖 所以吴敏哥布达被派往爱人国出售 吴敏哥布达这一次的旅程觉得不错的收入 爱人的公家也来维修哥布林的房屋 从而为村庄带来了繁荣时期 就在有一天,暴风龙维尔德拉的气息消失了 一个月后,哥布林被牙狼族袭击 为了保护村庄,长使雷格鲁停身而出 伏击附近的牙狼族 但最终敌不过狼群而死 在这危机时刻,哥布林察觉到一股强烈的气息 这气息是来自和牙狼族不同方向的 于是,他们试图向发出这气息的黎姆鲁求助 以拯救他们陷入危机的村庄 黎姆鲁率领哥布林迎战牙狼族 并没有任何人牺牲就获得胜利 因此,哥布林每个人的宣誓效忠黎姆鲁 后来,黎格鲁德得到黎姆鲁的命名 原本外貌是凤族残年的矮小老人 被命名进化之后,摇身于变,变成壮脸的鸡肉巨汉 给当时还不知道 命名对某物影响的黎姆鲁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黎格鲁德有两个儿子 长子被克尔庙的命名为黎格鲁 然而,他在和牙狼族的战斗中死去 后来黎姆鲁替弟弟命名 名字和哥哥一样,黎格鲁 弟弟接过哥哥的名字 顺便说一下 命名者越强,命名某物就会越强大 所以弟弟黎格鲁会比哥哥黎格鲁更强大 黎格鲁德进化后变得年轻力壮 显得格外的强大 可以从最明显的肌肉看得出 虽然他看起来是个很难打的人 但黎格鲁德并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战斗 他是非战斗人员 而他成为行政部门的干部 后来成为某国联邦的首相 代替利姆鲁管理某国联邦的大小事务 虽然黎格鲁德没有战斗的场景 但有一个画面 他大方面被攻击的场景 那是受王国尤拉圣尼亚的法比尔造访魔国联邦 法比尔看到魔国联邦的时候说 这里适合魔王卡利隆统治 随后利格鲁德回答笑话 法比尔怒气从天 直接把利格鲁德的半战连给烧毁 这个样子有点像终结者2的阿诺斯瓦性格 虽然这不是战斗 但在这方面可以看得出利格鲁德的实力 因为在受王国尤拉圣尼亚中 法比尔确实是顶级实力的 利格鲁德可以承受他这一集 看得出利格鲁德也不差于他 就在这时 利格鲁德还没有还手 米尼姆跳出来打倒法比尔了 说到魔国联邦的创始成员 也有比利格鲁德更加吃加入的成员 就比如大鬼族 有个画面在圈页仪式上 这一段在动画板中被删除了 红丸、朱菜、利格鲁德 被选上与矮人国国王签约 想一想为什么是他们三个 红丸率领军队 他也是高层成员之一 朱菜精通礼节 为了可以控制场面 所以才需要他 利格鲁德负责管理所有市民 他处于市长的位置 利格鲁德是个身世属立的人 尼姆路和魔国联邦都让人都离不开他 因为他是重要会议的完美助手 前面有说到 利格鲁德在作品中并没有战斗过 所以也没有资讯可以知道他的技能 因此可以说是完全不知道 他有什么技能 不过他竟然以利姆路命名而进化后 也成为利姆路的部下 那么他多少也会掌握了一些技能 他也是有技能 只是目前还没展现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利格鲁德的地位 利格鲁德是利姆路部下当中最老的角色 并且还具有强大的存在感 利姆路替哥布林所有成员命名 而且每个哥布林都开始进化 在利姆路从艾伦国回来过后 哥布林的数量再次增加了 于是为了有效管理那么多人 利姆路任命 利格鲁德为哥布林王 这样利格鲁德就容易管理他们 目前还不清楚这任命是否会影响他 但所有在内的高层哥布林都开始穿黑色外套 这样就容易区别他们的地位 最终他成为首相 当然最高地位还是利姆路 但平常都是他在管理整个摩国联邦 利格鲁德在国内书非常的用心 这些场景在本作中不常被描述 但可以经常看到他举办宴会 宴会可以说是经常出现在主线故事中 尤其在史莱姆日记中最为多次 当时利姆路向利格鲁德解释了日本的节日 但每次都很难解释 因为利格鲁德他们未见过将日节日 最后只要你说出奇怪的词 利格鲁德就明白这就是所谓圣验 在史莱姆日记中 利格鲁德经常在忙碌国内和举办宴会 最让人印象深刻是在第七集中 其中米利姆在城镇里试捏 摧毁家具、餐具、建筑物、纪念碑和小吃店招牌 这些所有的投诉都发给利格鲁德 他在短短一天内收到大量的损坏报告和投诉 而没错 利格鲁德向利姆路报告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的眼神都会变得可怕起来 利格鲁德生气的画面是非常罕见 尤其在主线故事中是很少见 其实为什么利格鲁德的进化会是个其肉难 我在这里有个假设性的想法 魔物的情感会在进化过程中反映出来 利格鲁德在还没有进化之前 可是个弱小的老魔物 而他是无法保护自己的村民和自己的孩子 他也刚失去的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渴望和羡慕年轻人 因为只要占年轻就有能力保护他们 于是他的冤枉是年轻强壮的身体 所以他才会进化成猛男 以上都是我自己的猜测 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呢? 你们对于利格鲁德有什么看法?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哦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